小朋友,认识了中餐餐具及使用礼仪 现在我们再来认识西餐的餐具及它的使用礼仪吧 西餐中我们最常看到的是刀、叉、杯子、汤匙、餐巾等 这些餐具的摆设和使用有一定的原则 餐桌上餐具的位置安排是依菜单的内容 及上菜的先后顺序由外而内排列 不同的菜肴使用不同的餐具 目前西餐常见的六道菜肴依序是 开胃食品、汤、生菜沙拉、鱼、肉和甜点 所以最先上菜的开胃餐具就会排在最外侧 小朋友,别拿错咯 一、面包盘和奶油刀是用来放置面包 涂抹奶油及果酱食使用 吃面包时不宜直接用口去咬 或整个吞入口中嚼食 应先用手撕成小片 再以小片入口 二、叉子 使用的范围很广 大部分的食物都要靠叉子送入口 进餐食依照由外向内的顺序使用 三、刀子 主要是用来切割食物 不可用刀子将食物送入口 四、汤匙 和中式汤匙的外观 及喝汤匙的使用方向不同 西餐汤匙的使用方向 是由身体这边向外咬 然后将汤送入口 不过喝茶或咖啡时所使用的茶匙 或咖啡池则是搅拌之用 不可拿来喝饮料哦 还有各种池类用完 也不可置于汤盘或杯内 请记得把汤匙置于底盘或托碟上 五、餐巾 餐巾的功能是防止油污或汤水 弄浆衣服 并方便客人在进餐时轻视嘴角 不宜将餐巾拿来擦汗、擦脸或擦餐具 餐巾的使用方法是先打开 然后对折或向内折三分之一 平放于膝上 千万不要把餐巾塞在衣领或腰带上 如果于用餐途中需站立座位 请先将餐巾稍微折好 轻放于椅背上即可 六、杯子 装饮料时大约是装七分满 人们常说左肝右湿 意思是使用在左侧的面包盘、奶油刀 和使用在右边的杯子 千万不要拿错别人的杯子哦 西式餐巾进食的礼仪 除了餐具的正确使用外 还需注意各项礼仪 一、包叉等餐具若掉落地上 不必急着弯腰减食 只需以手势向服务生示意 由服务生代劳拾取、更换 二、进餐时不可伸手穿过他人面前取物 若需要桌上的调味料 则可礼貌地请他人传递过来 请将胡椒粉传给我好吗 西餐中的包、叉除了是进餐的主要用具 它们也是和服务员沟通的这家桥梁 不同的摆放方式代表不同的意义哦 一、暂停食用 二、食用完毕 小朋友,认识了食的礼仪后 记得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才能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小绅士小淑女哦